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军正 江志盈 吴敬平 陶治国 王小平 王凯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省委委员71人 候补委员10人 省纪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和讨论了巴音潮鲁 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解放思想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全会决议 通报了全省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情况 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精神 表决通过了省机构改革设计单位主要负责人拟任人选名单 对全省机构改革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工作 全会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 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重点抓好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对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开展解放思想 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筹备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 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深入开展全省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 狠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扎实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全会指出 在东北振兴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 并为东北振兴掌舵领航 把脉定向打气鼓劲 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工作的重要指示 阐述了事关新时代东北振兴的根本性 方向性 全局性重大问题 为新时代东北振兴赋予了新内涵 描绘了新蓝图 确立了新目标 指明了新方向 是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增强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坚定不移的 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统揽新时代吉林振兴全局 坚定不移的 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破解难题 推动工作 确保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全会要求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劳记总书记 新气象 新担当 新作为的殷切嘱托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统筹推进 无为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思想大解放为引领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主轴 深入实施三个五发展战略 统筹推动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完善体制机制 实施创新驱动 推动协调发展 提升生态优势 建设开放高地 保障改善民生 重塑环境 重振雄风 实现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要突出把握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强化事业意识 发展意识 市场意识 创新意识 进取意识 诚信意识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打开思想通道 汇聚精神力量 突出把握走出一条振兴发展新路 努力使发展的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得到充分释放 突出把握打造上下联动 内外互动的新格局 融通激活中央政策支持 自身比较优势 发达地区经验和一带一路机遇 突出把握形成振兴新局面的要求 全面重塑营商环境 全面增强创新能力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 全面释放发展活力 突出把握新气象 新担当 新作为的要求 大力提升精气神 全面增强新动力 汇聚起新时代吉林振兴的强大能量 全会强调 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 东北振兴重点工作 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人人皆为环境 打一场重塑环境的攻坚战 深入推进国资国企 民营经济 减政放权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 不断释放红利 激发活力 增添动力 优化人才环境 形成距天下英才 共建吉林 发展吉林的局面 要以培育壮大 新动能为重点 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坚持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 尽快形成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创新成果加速转化 要坚定不移 推进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积极构建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加快推动长级一体化协同发展 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 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 要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 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 突出抓提升水平 抓补齐短板 抓相得益彰 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建设绿色粮仓 绿色菜园 绿色厨房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全面对接经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加强与浙江对口合作 建设开放合作高地 要抓住脱贫空间这个关键性民生 就业 教育 医疗 文化等普惠性民生 无极房 棚户区改造等热点性民生 养老 低保 社会救助 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监管等兜底性民生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长远性民生 以更实的举措做好民生工作 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成果 会议强调 新时代吉林振兴 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 要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牢固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坚决维护 持续深入 全面彻底塑清孙政才和苏荣 王民流毒影响 重塑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要建设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的 坚强执政骨干 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 战斗力 要坚持把正风速记作为有力保障 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 会议指出 全省干部作风大整顿活动 主题鲜明 把项精准 举措有力 成效明显 达到了预期目的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 把干部作风大整顿 与解放思想 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衔接结合起来 提高政治站位 聚焦突出问题 坚持从严从实 抓长抓长 以上率下 弃而不舍 耻而不息 推动干部作风 革命性锻造 颠覆性重塑 根本性转变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提供有力作风保障 会议强调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批准的 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 全面推进全省党政机构改革工作 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高标准 高质量 推进和落实各项改革工作 要坚持先立后破 不立不破 统筹抓好班子配备 机构和人员转立 做好三定等工作 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市县机构改革与省级机构改革 要同步部署压差推进 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 要牵头挂帅 靠前指挥 当好施工队长 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积极拥护改革 支持改革 参与改革 要严肃改革纪律 对违反纪律的要严肃查处 追究责任 全会对当前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 要千方百计 稳定经济运行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着力抓好民生实时落实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积极谋划好明年工作 全会号召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解放思想 振奋精神 真抓实干 奋力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东北振兴工作的重要指示 明确提出了我省贯彻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与会代表表示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明确任务 宁心俱立 以新气象 新担当 新作为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曹鲁书记的讲话通篇蕴含着 很高的政治站位 把总书记这次来东北 一路视察 一路提气鼓劲 这么一种信任 向吉林省广大干部队伍 进行又一支传达 这有力地激发了我们吉林省广大干部 提振信心 解放思想 日益进取 以更加有成效的这种作为 来体现新时代的新担当 我认为书记的讲话 非常结合吉林的实际 根据吉林的情况 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全省干部作风大整顿以来 我们应该按照省力的部署 按照每个环节的部署的推进 可以说是全市的干部的精神面貌 有了很大的提高 高质量发展 关键在人 关键在人的观念的解放 那么总书记提出 现在我们东北思想解放 思想观念的束缚 正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短板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作为边疆的干部也深有体验 那么这次呢 回去之后 就要把思想解放 作为我们进一步转变 机关作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进一步巩固干部大整顿的这个成果 那么对机构改革工作呢 我们也要全力以赴 按照省力的统一部署压查进行 那个农村的一些党员干部啊 结合作风大整顿 把他们的思想意识提高到一定的地步 而且呢 就是让他们的债务要高一些 能围绕村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啊 我们要乡村最新这块的 农民的经济收入啊 都让它提高债务 回去之后呢 我们要结合这次贯彻省委 十一届事实全会精神 结合即将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结合年底迎接中央和省委的各类 学士巡查 高质量的推动我们各项的工作的开展 高质量的谋划 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各项工作 为吉林的振兴发展 做出我们通话应有的贡献 搜天下视看最新闻 我们来聊聊两位标志性的人物 他们是吉林乃至全国的骄傲 黄大年和南忍东 黄大年曾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他 拼有大我 制成报国 他曾带着科技强国的心愿出国留学工作 成为国际著名的航空地球物理学家 当得知国家的召唤 他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 回国填补深部探测关键仪器的技术空白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昨天中央电视台再次聚焦这位战略科学家 今天也让我们再次在无限的思念与崇敬当中 走进他短暂 但是却精彩了一生 这本纪念册上 振兴中华乃五倍之责的流言 是黄大年大学本科毕业时写下的 心怀报国之志的黄大年 于1992年被公派到英国攻读博士 成为地球物理领域研究高科技敏感技术的少数华人之一 2009年 当得知国家启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时 黄大年第一时间向母校表示要回国 这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像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 它需要像很多很多我这样的人 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带着先进技术 黄大年重点攻关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仪器 这种设备就像一只透视眼 它能探清深层地下的矿产海底的潜伏目标 对国土安全具有重大价值 而这样的高端装备 国外长期对华垄断封锁 就是因为你中国需要 你有300万平方公寓的海域 你有那么多周边的接氧的地方 人家在你的这个周边布置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你都不知道 黄大年回国了 就等于重力梯度仪的研发 对中国虽然没有食物的接近 但是已经技术是封锁不了的 来去占领国家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前沿的制高点 张贴在办公室里的日程表 见证了黄大年的日夜奋战 他出差始终赶当晚最晚的午夜航班 这样就不耽误白天工作 同事经常两三点钟 接到他的信息 得知新的任务 为了实现祖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多处弯道超车 回国七年间 黄大年带领由院士 大学校长 研究所所长等四百多名高级别研究人员 组成的团队协同攻关 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 为我国寻天 探地 潜海 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黄老师是怀揣着咱们这个科技强国 这样一个梦想 就是说国外有的 我们也要有 我们就是说要造着国际上的这种先进的 这种水平 就不断地供过爱 不断地理 硕小通过爱的非常差距 2016年12月8日 积劳成疾的黄大年 因胆管癌住进医院 打着调评 还在给学生打疑解难 2017年1月8日 年仅58岁的黄大年 因病逝世 在回国整六年的那一天 黄大年写下的朋友圈 读起来仍让人感慨 从海漂到海归 一晃18年 得益于国家强大后盾 在各国才子强强碰撞的群雄逐鹿中 从未言败 也几乎从未败过 拼搏中 辽以滋味的追求 其实也简单 青春无悔 中年无怨 到老无憾 黄大年的生命 因祖国而澎湃 他说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 需要有一批科研风策 这其中 能由我 于远足矣 心有大我 制成报国的故事 同样发生在 南仁东的身上 10月15号 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宣布 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 国家天文台 于1998年9月25日 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 79694的小行星 被正式地命名为 南仁东行 同日 由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维山创作捐赠的 时代楷模 南仁东塑像 在中国天眼现场落成 从星空和地面 两个维度 这位中国天眼的 发起者和奠基人 将永远聚焦 这个世界最大单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 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 是中国天眼 FAST的发起者和奠基人 被誉为FAST之父 南仁东是FAST工程项目的 绝对核心人物 坚韧不拔 始至不渝 是科技人员的楷模 南仁东于1945年 出生在吉林省辽园市龙山区 1963年 他以优异成绩 夺得吉林省理科状元称号 并考入清华大学 无线电系 2017年9月 南仁东因病逝世 今天他的眼睛终于得以望向宇宙深处 天上也有男人东兴望向他清静心血的天眼 一个国家的繁荣 离不开人民的奋斗 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 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它蕴含着伟大的创造精神 召唤着伟大的奋斗精神 凝聚着伟大的团结精神 传承着伟大的梦想精神 愿这种强劲的精神 成为每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除河日当午 汉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历历皆辛苦 这首中国唐诗除河提醒着人们盘中餐的来之不易 同时倡导人们节约粮食 今天是世界粮食面对世界粮食危机 和因经济增速而越发吃紧的全球食品供应 该如何科学发展 节约粮食是一个有在全人类共同解决的课题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进自己的粮食 这是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腔省考察时所强调的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成功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 201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889斤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水稻 小麦 玉米 三大穀物 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 按照世界粮农组织定义 粮食安全就是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 都能享有充足粮食 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 在这方面来看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实现 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变 习近平告诫我们 民以食为天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 要牢记历史 在吃饭问题上 不能得健忘症 不能好了伤疤 忘了疼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 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 保护耕地 我们必须增强忧欢意识 聚安思危 构建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可持续的 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近日一对新人的喜讯 上了微博热搜 全网都在祝福他们 这对新人就是 亲历了泰国沉船事故的 那对情侣 河南信仰小伙张浩峰 曾在翻船的瞬间 将女友推上救生船 而他自己在海上漂流的过程当中 还救起了三名游客 他英勇而又浪漫的事迹 被网友称为中国版的Jack 终于回家了 家好 活得真好 感觉 我当时还是求生欲望比较强 因为那睡目之后 他出现幻觉 看到什么高速公路 还有那高楼大厦 我觉得很正常 发生在他身上 有特别有同情心 这个他做一个事情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没有觉得自己 说有多伟大 我觉得说患性和人 在那种情况下 都会去帮那一把 劫后余生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取那个最爱的他 有一句话 我们常能听到 叫做爱你如同爱生命 而有一种爱 是爱你胜过爱生命 不管何时 请相信这个世界的温暖 接下来进入资讯板块 随着气温的逐步降低 北方冬季供热 也即将开始 长城市政府要求 各供热企业在18号前 做好随时点火升温的准备 并按照错峰开栓的方案 要求开栓供热 今年冬季 长城市城区供热 将从本月20号零时开始 至明年4月6号24时结束 总计169天 由于今年秋天的气温比往年低 吉林静信师弟 已经迎来首批南迁月东大雁 其中还有不少是新出生的小雁 浑春静信师弟 是西伯利亚南迁月东候鸟 进入中国停留的第一站 是中国候鸟三大千禧狼道之一 每年都有大批候鸟 经过这里北迁或南迁 这些大雁将在12月上旬 陆续南迁月东 今天一条为生命接力的消息 刷报朋友圈 消息称 北市大实验中学初二年级一名学生 因意外事故病情危急 需从内蒙古人民医院 转运至北京天坛医院 并点名救护车出发的时间 和行车路段 恳请周转车辆有序必让 一场生命接力跨地区上演 在沿线交警支队护送下 患者比预计时间提前两个多小时 到达北京天坛医院进行抢救 2018女排世锦赛 敖战正酣 中国队所在的H组 昨天进行了第二场较量 荷兰队3比2战胜了 未免冠军美国队 和中国队提前锁定了 本组的两个半决赛资格 视线转向国际 美国维权组织 因质疑哈佛大学 在招生过程中 歧视亚裔学生 将这所全球文明的 常春藤名校告上法庭 15号 美国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 开审这起案件 当天一大早 便有亚裔民众 来到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外 进谋抗议 而美国司法部 去年曾就此事 依照1964年民权法第6条 对哈佛进行调查 此案会被上诉至美最高法院 英国已故著名科学家 斯蒂芬·霍金的一作 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 昨天在英国伦敦首发 在这本书中 霍金表达了对超人的担忧 他预计 人类本世纪就能发现 通过改造基因 提高智力的技术 那么富人就可以选择 编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DNA 让自己和孩子 变成拥有更强的记忆力 抗病力 以及更高智商 更长寿命的超人 时光匆匆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这是一群平凡农民 书写的传奇 18枚红手印 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帷幕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生春雷 这是一个普通村庄 创造的奇迹 从40年前的药饭村 变为今天美丽宜居村庄 这就是安徽小港村 因改革而活 因改革而行 今天到我家就吃农价菜了 有不到指数 过去的一件 我就改革 好好好 我是个相助的人 我从08年就开了农价 已经建了十几个国家的一个客 2017年底 我们在小港村流转了500多亩地 今年呢 市中了30多个品种 我们希望把现代化农业理念引入小港村 实现农业品牌化 产业一体化 我是山东人 我们现在正在运营的 互联网加大波根电商平台 打通了农产品的供应端和消除端 2017年呢 为希望村的春机体 创出了200多亩地 2009年 我从无锡来到了小港村 流转了608亩土地 种植梨树 现在梨园 年产量达到50万斤 小港村的未来 应该是希望的提供 我们的构想是 作用一产 构筑新年农业发展平台 作强二产 构筑农物产品加工平台 作望三产 创建国家级景区 培育 培训教育产业 实现一产二产 三产融合 打造全域性的田园综合体 我希望不久之后 能建成网上小港村 我们和上海 江苏等地的一些农庄 达成协议 通过会员制 打造资源共享 产品互销的 共享农业模式 我们正在把 建成的这个电商模式 推向全国 希望它在 造福于小港的同时 也能服务于 全国其他的 湘镇本农村 小港村的发展 是老港人和新港人 不断改革创新 艰苦奋斗的结果 是小港村 不断深化农村 改革的结果 总书记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我们应该续续加油干 我相信小港村的明天 会更好 今年改革开放 40周年 是新一轮发展的冲锋号 40年 中国巨变的背后 是毫不动摇的 坚持改革开放 好 感谢今晚 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